那兩位是有可能在 就是盯中舞台上同台啊 或者是同台之類的 較勁吧 就比看誰穿的比較漂亮 你就看他也要漂亮 對啊 我當寶寶 他可能會以寶寶的方式 對啊 入場 真的假的 有啦 那你以為呢 這次也是第一次入圍頂蹤這樣嗎 對 其實 很開心 真的非常開心 當下的感受真的是 我覺得 有一種好像真的做夢的感覺 沒有想到 會有這樣的結果 因為之前可能一直都抱持著一個 安心拍戲 做好我該做的事情就好 所以從來沒有想像過說 入圍的這一天 那他真的到來的時候 真的是蠻不可思議的 就期待囉 我也超替你開心的 你先滴兩鼻眼淚 不是 我有傳訊息給 康仁哥嗎 還是 康仁哥說恭喜 為什麼不是恭喜我啊 我有跟他說恭喜 然後我還跟他說 但我覺得 雨薇入圍我比較開心 所以其實康仁哥也很開心 他說你自己入圍來開心 對 他第一 其實我本來還沒有那麼感覺 深刻 只是覺得哇好像真的有這件事情 但是他傳言訊給我是一場串 就是他有多替我開心 他有多感動什麼什麼的 我就才慢慢的 好像在我的心中 開始發酵這個心情 就是喔 原來 這麼開心 對 原來有這麼開心 對 那兩萬次又有可能在 就是聽眾舞台上 同台 或者是同台之類的 較勁吧 就比看誰穿得比較漂亮 你說他也要漂亮 對 他可能會以寶寶的方式 入場 當然是開玩笑的 你不要挖洞給他跳 回去要開始換禮服 對 那你們有提前先慶祝一下嗎 沒有耶 就是正常生活 但是 嗯 去吃飯算嗎 就正常吃飯 算啦 算慶祝啦 對 那兩位有想好聽眾要多穿嗎 沒有耶 我也還沒有決定耶 就是都一直還在工作中 對 還沒去試衣服 什麼都還沒 對 那宇文有想過就是 起步的話 都OK 就是 也沒有真的都OK 就是衣服真的好看 無下線 啊 腳帥就陪我自己穿 無上線也無下線 對 但是前陣子也有跟他們的關係 是 泰國旅遊 嗯 那最近 找演藝圈很多好事啊 那兩位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是接下來就想到嗎 你們沒看到有這麼多好戲入選嗎 就代表我們會很忙啊 這就是好事啊 對啊 我們會很忙 野草計畫就是我們的好事 對 演藝圈的好事啊 對啊 對